大家好,我是星匯雙簿基金 你先聽一下,先買廣告 星匯雙簿基金沒有名字,要記住 這就是2020年的6月3日 1時53分,超貴的 分享這間店的時候,今天曝光 我講話沒心得罪人 但為何這間店都看過很久 還過價錢,為何不追價買下來呢 這間店,在帳價時,十三萬 真是十三萬,這間店很貴 你也知道有肺炎,有社運 這個位置,我感覺是4.5分的位置 就是後面的新介仔,梳果店 這裡是聯安街,17號,地下A店 說華建築面積380呎 但這間店是很小的 實用面積大概只有200多呎 實用面積230呎之外,16呎乘16呎 加上中間有支頂心柱 所以這件事,在門口放很多貨 很多事都比較違規 我不想說是得罪人 但這是一個事實 每一次左街時,就罰1500、1500、1500 房交租 但轉個圈,這個位置很漂亮 是很旺的 因為轉過來的時候,看一看 對面有巴士總站 還有對面也有大型屋苑 這裡是帝廷軒、陸油軒、蜜軒、蜜軒、蜜軒、 御亭軒、日風、榮輝中心、人流十足 可惜這間店本身是很細小 小的面積只有230呎 即是實用,每呎13萬 我覺得從一個呎價來說,超貴超貴超貴 但這次回報很高 租金大概11萬左右 到2022年2月份,回報超死你了 但如果大家經常吃運輸的糧米 是很強烈地去執法的時候 租金就會微微負一點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風險 但賺錢,罕有 2012年10月份,業主就用12萬買入 罕有拿了8年,大賺146% 好,看看賣基本資料 看完之後再轉個圈 現在整棟大廈剛剛都拍了一下 這裡簽約日期是5月21日 即是大概一兩個星期錢 這間店很厲害 從收租角度4點多 很難得,這裡人流真的很旺 但至少是小間店舖 我為甚麼覺得市值5分 10分超便宜,1分偏安 我就不得加上3000萬 今時市區中心有很多更大間店舖 可以選擇一下 但其實還可以的 在採檔的時候 怎樣社會怎樣亂都好 都要吃菜 希望這裡收縱穩定 好,各位買家業主 如果你有店舖想放售的時候 記得找我國考家 盡快保密地的時候 就現金到手一兩個月的時候 希望買了你的店舖 各位買家,各位買家 商店業主,經紀門,有店放售 記住找我 接下來我們很積極地 買香港的街店 我甚麼都不認識 只是認識店舖的李根興一換 我2001年起就創立香港商機 買過千宗的商店 以內變形的小生意仔 2006年就開始造舖 創立生意 賣給創業者 2009年開始就沽了自己住層樓 賣了第一間地舖 2013年就決心 證監會申請商鋪基金的牌照 搞了足足三年時間 2016年叫做裸正牌 推出成為商鋪基金 被外來的投資者參與 之後雖然遇上社運、肺炎 至今都已經成功賣了36間的舖 全地舖 按中數的 相信是全香港最多 我們每個季度都會集資一次 這泊樓會不斷地 吸納香港優質的地舖 主要是中長線持有 幫助客做多些生意 為商鋪增值 目標是擁有全香港 1%的街鋪 即是1000間 如果你有舖是想放售 或者覆下價的話 你自己或者上一代留下的 只要是街鋪 可以直接聯絡我 或者有同事們 Mark、Joe 或者致電腦KC28301111 當然也非常歡迎經濟介紹 為何要買鋪比勝會 三大原因 1.就好像跑馬地 逆陰街的Gossip Salon 整家家可以是全港最快 快至一至兩個月 你就馬上現金到手 2.實在 和價錢合理 專業的流程確保交易順利 需要保密的話 我們都會全程配合 3.我承諾 盛匯會成為你間鋪的良心業主 遇到大衛逆市的環境 我們願意減租 或者出錢去撐你的租客 2.就是積極地真正單鋪的結構 和各類配套的問題 確保是適合營運的 3.就是如果相同的租金 舊租客是有優先逐租權 我答應你 我們會好好善待你的舊租客 用個良心業主 想了解多些我們商鋪基金的詳情 或者我們怎樣和租客創造共同價值 歡迎瀏覽我們公司的網站 BWFUN.COM 業主們 經紀們 記住有舖方法就找我撥下家 大家加油 一起做個良心業主